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朋友全面进场 9月8号 礼拜五 早早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特区政府已经宣布了 香港进入极端情况 极端情况至少是会维持到今天的中午 劳工处发言人就说 在极端情况存在期间 除了是必要人员以外 雇员应该留在原来的地点 或者安全地点 不要启程上班 政府是会审视情况 期间雇主和雇员都需要留意 政府的进一步公布 好了 说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议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个礼拜的直播节目 就安排在香港时间 今晚10点半钟进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 说回我们今次的主题 香港就是大水浸 史无前例地进入了第一次的极端情况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有这件事 因为特区政府本身的宣传也不足 大家都不知道原来有极端情况 而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又是怎样呢 我们去看一下 特区政府在今天的清晨5点34分 就发出了一份叫做 极端情况下所有日校停货和工作安排 那份东西怎么说呢 其实就说得很模糊 搞到今早早有一帮人就赶头赶命 出发去了上班 那份的新闻稿就说 政府今天就是9月8号宣布 由于受到海葵残余相关低压槽 带来的暴雨影响 本港是出现广泛地区水浸 以及公共交通严重受阻的极端情况 所有日校今天就将会停货了 学校就已经没原谅了 很多打工仔女就看看我们上班怎样呢 另外政府就呼吁 雇主应参考8号风球下的工作安排 优先考虑雇员的安全 以及从居住地点 往返工作地点的可行性等等 采纳情理兼备 以及巨弹性的工作安排 极端情况会至少维持至中午 政府会继续密切审视最新的天气 道路和公共交通服务情况 并且是适时宣布极端情况结束的时间 请市民留意最新的消息 即是说现在这个极端情况 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钟 几时结束等宣布 好了 到底要不要上班呢 别人想知道这件事 但是特区政府对于停工这两个字 就相当忌諱的 老实说就算8号风球 他都不会停工的 他都是叫你参考什么8号风球下的工作安排 致闭就是8号风球大家知道怎么做 当然是不上班 除了那些必要人员 可能做医生之外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雇佣监约里没有写 因为这件事很新 新制定19年的时候才有极端情况 当时颁布有这件事出现的时候 又没有做好足够的宣传 又没有跟商界沟通好 你至少告诉不同的公司单位 喂 在这个雇佣监约里面 你加上一项条款下去 就是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 那你就等雇主和雇员去针 你最好给他一个指引 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参考8号波的工作安排 原来你白纸黑字写了 作为雇员的就放心一点 不需要那么担心 怕着上班赶头赶命 何况现在的巴士又不开 一定很狼狈的 雨又未停 我们看看另一份新闻稿 在今早7点10分 即是刚刚线 就发布无奈 这份就详细一点 讲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 随着政府已经作出极端情况的宣布 劳工署今天 豁胡9月8日提醒雇主 随必要人员外 不应要求雇员返回工作地点上班 即是有些人如果要在家工作 那就在家工作了 不要回去工作地点上班 劳工署发言人说 在极端情况存在期间 除了和雇主就着极端情况存在期间 有定立返回工作地点上班协定的必要人员以外 雇员就应该留在原来的地点 或者安全地点 不要启程上班 政府会审视情况 期间雇主和雇员均需留意政府进一步的公布 当极端情况结束 雇员就应该根据早前和雇主协定的复工安排上班 或者是在家工作 雇主就应该考虑到路面 交通和其他的情况 作出情理兼备和弹性的处理 并且就应以雇员的安全为首要的考虑 发言人强调 对于因为极端情况而未能上班 或者是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崗位的雇员 雇主是不应无故地不发放他们的工资 勤工奖或者是津贴 以及不应轻易处分或者解雇有关的雇员 发言人也提醒雇主应该遵守雇佣条例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 雇员补偿条例及最低工资条例下 应付的法定责任和规定 雇主就不应扣减雇员 在雇佣条例下享有的年假 法定假日或休息日 以补偿雇员因为极端情况存在期间 未能上班而损失的工作时间 雇主如无合理辩解 而不遵守雇佣条例有关规定可被检控 雇主也必须紧记 根据职安建条例 他们有责任为雇员提供及维持安全的工作环境 所以今天早上7点10分的这份新闻稿就说得比较详细 而且是释除了很多打工仔女的疑虑了 原来在极端情况存在期间 顾员就应该留在原理的地点 只是家里 每个人都刚刚起床而已 或者昨晚都睡得不好了 这么大雨 吊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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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稿早就出了 不要说我说 7点10分出的时候 当然多数的顾员应该还未出门口 但是 有部分他比较早上班 或者住得偏远一点 已经出门死了 但是真是 你应该在5点34分那份新闻稿 就出7点10分那些内容 等到那些人不需要 特意跑出家里 又专门死了 又危险 是不是真的危险 你看这个收鸡湾那里 一块巨石掉下来 不单单是山泥倾斜 簡直是泥石流 整块巨石 多米闯 跌下来幸好扣不中人 因為他隔壁有一個小公園 還有那條路也有車的 有條馬路的,但昨天沒有人受傷 幸好而已,所以危機四伏 翻什麼東西啊,一早說 原來有個極端情況 而極端情況存在期間 那些僱員就不需要這麼頻撲 僱主就不能夠立戀扣薪 或者僱員上不到班就扣價,不行的 這些事情一早就很說定 現在第一波叫做極端情況 希望以後不要經常有 老老實實,不是很好受的 昨晚很多人下班,或者怎樣 困在車子那裡很久 那現在說清楚了,那就好了 老實說,我認為作為一個有為政府 應該是考慮直接說停工這兩個字 但特區政府一向都不會說 10號封求他都不會說停工 那叫你參考這個工作安排如何 叫你提指引而已 那好吧,你不說停工 你一早就告訴別人有這個極端情況 好了,現在就說 極端情況會至少維持到中午 我自己的看法就認為 今天,既然市面還是糯糯亂的時候 又要有些地方清理 雖然有很多地方其實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尤其大西北這個屯門元朗天水遺受災 不是那麼嚴重的 輕鐵一早都開了 那麼地鐵網絡其實除了觀塘線幾個站 這個石劫尾至到彩虹站以外 其他都正常運作的 但是自閉的那些巴士 就全部日間路線都停了 九巴乘巴 然後電車都說不開 另外,昨天受災比較嚴重的地區 水浸了 那你又要清理,要整頓馬路 甚至乎地鐵隧道也浸了 既然你這麼多事情搞的時候 不如你的極端情況就考慮 不要只是維持到中午 簡直就維持到今天下班的時間 使得那些人不需要說 中午以後他又要走去上班了 幾個麻煩半天 你那些事情都未搞定 搞不及了 雨又未停 所以我就會認為 這個極端情況 就不要只是維持到今天中午就結束了 你起碼維持多幾個小時 使得大部分的打工子女 今天都不需要上班了 那是最好的 你多點時間來做清理 明天看看搞不搞得行 你才會再考慮結束 因為這個極端情況 就是人為宣佈何時結束 你又不跟天文台那些打八號風球 或者什麼黑雨、什麼紅雨 那些 那些就是要看天氣的指標 要看氣象 看風速、看雨量 極端情況不用 你是看道路和公共交通服務的情況 你要看現實上是否可行 那些人上班 你不能說 現在地鐵有開 火車有開 輕鐵有開 那就回去吧 始終是有危險的 有很多事情 可能隱藏了 大家又未見得到 你只是那些山坡 你也要有一段時間檢視 是不是 你雨未停 不要搞 因為你昨晚下雨下到 破了開浮以來的紀錄 天文台有史以來 錄得最多雨量的一個小時 就發生了在昨晚的11點鐘 破了紀錄 超了標 然後你這個黑色暴雨 警告持續的時間 又是破了紀錄 雙破紀錄 所以你說進入這個極端情況 我就認為是極度的合理 再加上這麼多地方有水浸 巴士又停駛 我看到有一些車掌群組 那裡就流傳了一些照片 就說九巴的沙田車廠 入油坑又有積水 不少巴士的車牌又被沖走了 巴士回到車廠的時候 有些又沒有了泵把 波箱又被浸壞了 那些壞車短期內都沒有辦法出車的 就是你硬來 都維持不了正常的服務 叫做是 那所以 不需要這麼心急的 反正之前打風的時候都這麼鬆手 今天不爭在了 我們又去看看 究竟勞工處 其實關於極端情況的工作安排指引 是怎樣的 剛才我們就說了 一般的僱員就要留在安全地點 不要立刻啟程上班 必要人員在惡劣天氣下 仍然要當值的員工為之是必要人員 那些其實理論上 他會知道自己是必要人員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必要 那你就不是必要了 因為僱主要告訴你 僱容俠有寫明的 定名了極端情況下 你都需要盡量上班 那這個就必要僱員 好了 萬一真是這個極端情況結束了 復工的安排是怎樣呢 政府就宣布了 至少維持至中午的十二點 萬一真是中午十二點 結束這個極端情況的話 那理論上就要在兩個小時之內復工 即是說如果十二點鐘落波 不是落波 這個叫做結束這個極端情況 那僱員就需要在下午兩點前復工 即是最遲兩點鐘要回到公司 萬一極端情況繼續生效 下午兩點到四點都會生效 那又怎樣呢 根據指引就說 極端情況結束之後 如果你剩餘的工作時間是不足三個小時的 那你就不需要復工了 舉個例子 一個僱員如果他本來定名了 是下午五點鐘下班 這樣就算了 而那個極端情況在兩點半結束 那他剩餘的上班時間就只剩下兩個半鐘 所以就不需要復工了 這個跟八號波其實都相似了 所以你就要看 要視乎究竟極端情況什麼時候結束 所以為什麼我說建議大區政府 這個極端情況 你一路去到收工才好結束 最起碼 因為你都要大量的清理 這麼多的那些 淤泥啊 在街道上邊啊 在那些地鐵站啊 你巴士又出不了車啊 巴士都很重要 雖然大部分人都搭地鐵搭火車 自閉現在沒有了巴士的時候 本身搭巴士的那些人全部就要搭鐵了啊 你中間有些站又不行 最糟糕就是你那個九龍塘站那裡停了嘛 你變了有些人呢 他如果出去轉車的時候 轉不到 湧上去紅磡 那到時呢 又是只會辛苦了那些乘客 你回一會又放了 只會搞 市面上邊又沒有清理好 啊 所以呢 就 不是說那些什麼 紙爭招值的東西來的啊 啊 那半天 啊 更何況現在好話不好聽 都不算好好景那一隻 哈哈哈哈 你說不回半天 令到業績大受損害的啊 啊 那些人上班好像 執金那樣的 那不用你呼籲 那些人就懂得去回家了 那現在就 哎 放鬆點心情 是不是啊 啊 反正那天打風 一早都已經宣佈了停一天了 老實說 現在這個真的受災嘛 真是 好厲害啊 這次 希望大區政府就 就 看一下個極端情況 維持久一點啦 啊 好啦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深圳排雄的情形又如何 啊 深圳排雄呢 就宣佈了在 今天的零時零分呢 就 洩洪這個深圳水庫 喂 至斃呢 特區政府就在昨晚的十一點四十四分 呢 才發稿 那就變成中間呢 你只有十六分鐘被人去走盞 這些就是為人救病咯 就是 那老實說 在這件事上面 特區政府又處於一個很被動的位置 因為 深圳洩洪就不是他決定的嘛 那他也要等深圳市政府那裡通知 那這件事呢 老實說那邊就不是路的 喂 下雨也下了一段時間的 昨天不是說洩洪之前的一個小時下的嘛 哪有這麼厲害啊 大哥 下了幾個小時了嘛 喂 Twitter上面已經是很多照片放在網上 很多影片 你深圳根本上已經是整個宅國那樣了 一片汪洋 甚至乎有人 不知道是捉電還是什麼呢 在那些街道上面 那條鹹魚浮啊浮啊 深圳有啊 即是香港就拖奶啦 叫做是 即是現在沒有人傷亡算好東西的啦 所以有些人還在那裡說 嘩 今次這樣搞呢 就證明到香港那些的 地下排水系統不行 我不是這樣看的 喂 正正是因為投資了很多錢下去啊 所以那個去水才這麼快啊 今天 那但是去水快 你還有很多方面要配合 比如公共交通那樣 那些有時間搞 啊 有些水呢 就下了隧道那裡要抽水等等 但是你看深圳 今天都沒有去水啊 即是今早就去到白天了 那些人拍了一些片段出來 啊 那 即是你深圳那邊就不是路了 你即是 老實說 你那個水庫 那個水位 一直不停漲的時候 你知道是否 教到這麼問才要通知香港呢 那好了 在這件事上面 啊 究竟排虹以後 對於哪些地區 是會有影響呢 政府只是說 深圳排虹 新界地區呢 就可能會水浸 喂 你又要檢視一下 到底 咦 比如說 好像天文台的前台長林超英那樣 超英哥呢 就發了一條鐵文 昨晚漏夜 他就說 深圳水庫呢 零時零分排虹了 大家要留意 河套地區 和新田科技城的選址 會不會水浸 為什麼要看實這兩樣東西呢 因為這裡將會是重點發展地區 萬一原來你排虹以後這裡浸到 哇 一片汪洋的 浸到亂浪又去水又慢的 那就糟糕了 原來你要選這裡 你去搞這個創科的 創條毛 到時會不會水浸 一排虹就 所以 林超英這些建議 他就很有建設性 到底深圳排虹以後 造成了香港什麼的損害呢 喂 他是不是全部都流到河流 沒有浮上來 還是怎樣呢 那些洪水 是不是要說 你告訴別人才行 受災情況是怎樣 所有事情要公開透明 這樣就能夠釋除那些人的疑慮 就不是讓別人說 喂 心中排虹了 只有16分鐘你走盡 現在當然 理論上就沒有人 因為這件事而傷亡 暫時報道未看到 Touch with 希望不會有 但是 造成其他的損害又怎樣呢 你也要說 你等那些人就不用猜猜一下 在網上 在那裡 你不說 就有很多人在猜 你說了出來 人家也未必相信 但是你起碼 就有所交代 信不信後話 你要說 對不對 你不是說 可能導致到水浸 那有沒有水浸 你是不是要發佈出來的新聞處 不是讓記者說 去找 然後拍出來 那你自己公佈 就好看一點 真的不懂 好了 最後我們就看看 山泥傾瀉的情況 其實在市區發生的山泥傾瀉 近年都很少 但是沒辦法 下雨下到 超了 超了 破了紀錄 破開浮以來紀錄 沒辦法了 好了 在這個沙基灣 耀興道對開的一幅護土牆 上方 是發生了山泥傾瀉 有一塊很大的石頭 塌了下來 那 警方就說 凌晨2點39分 接獲報案 就說 耀興道有山泥傾瀉 全部行車線都受了 受影響範圍50米x10米 有車被山泥淹沒 消防員是展開了首九 附近地區暫時無需疏散 並沒有即時危險 幸好是凌晨時分 那條馬路就沒有車走 真是幸運 這件事 但是 同時也反映出 喂 原來你就算做了很多的措施 其實都已經搞了一些護土牆 但是由於你的降雨量實在太強了 都是一樣導致水土流失 受不了 不信 有一塊很大的石頭 大哥 真是人家拍了出來 那塊石大過的糧瀉 這樣砰下來 老實說 老實說 好難不要聽 人如果在這裏的話 就死了 所以 政府應該要看緊一點 哪些是山泥傾瀉的黑點 或者就算你做了一些護土牆 也好 看看有沒有危險性 才會很開通的路 你說如果在大嶼山很偏遠 不是在道路旁邊的 那些沒辦法 不是在市區那些要率先第一批 檢視一下它 尤其附近 居水馬龍 不是先這些東西 說不定的 最重要就是安全第一 最後呢 希望大家 大朋友 小朋友 全部都平安 無事 還有那些 街頭上的動物 有情眾生 全部都平安大吉 因為看到有些相片 都慘 在這個吳童河那裏 有些牛 被洪水圍困 那些人拍了相片 拍了片 放上網 奈何就是救他 救不到 沒有這樣的能力 那麼 那些 那些洪水 都差不多過頭了 希望沒事吧 如果過頭 一定沒有 沖走了 另外那些 流浪貓狗 各樣 其他那些 大小動物 都平安大吉 這一節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